中央宣布13号开始宗教场合将可以为解封 但各地的庙宇却有不同的做法 像是台中乐成宫目前正着手准备相关的防疫规划 需要在符合内政部的最新指引下 有限度的开放民众入内参拜 不过大甲镇兰宫则是决定维持现状不开放 而无期的大庄浩天宫因为属于临时行宫 考量室内空间较小 难保持社交距离 因此也暂时不开放民众进入庙内来参拜 信众虔诚参拜 因为配合防疫人只能站在庙外 博台中乐成宫为了13号宗教场所为解封 早已经展开前置作业 像是把神尊移到正殿 规划单一动线以及体温量侧站 并且地上还贴有参拜距离 主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之后 将可有限度开放民众入内参拜 我以前都会有开放 开放到这么多电而已 没有外电 来面面上要电 民众电 发动电 灾芯电 温柔电 民众电 天空电 都没有开放 对啦 要透露 所以我真的在这里 三个人在这里 这有三四十个在这里而已 进去里面里面的神明才有拜到 这里都没有 这是拜天空 就配合中央 对 在外面比较安全 因为比较空旷 这就安全啊 安全是什么呢? 安全又驾以后一路 大家担心嘛 而海线信仰中心的五七号天宫 因为现在正在盖新庙 还属于临时行宫性质 庙方考量到室内空间较小 难保持社交距离 经过开会讨论后 决定维持现状 不开放庙内参拜 正在重建 所以临时行宫这部分 我们还是维持 就是所有的信仲 都是在大门外面 来做参拜的动作 那还是维持原状 我们还是维持知情的原状 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是没得到的 就是信仰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就是照常让我们这样参拜 因为要配合大家 大家对大家都自己都好 对别人对自己都很好 另外大甲镇兰宫 也决定维持管制现状 要等收到主管机关公文 再做决定 而尽管各地公庙 对于是否开放 做法不同 唯一的共识 都是要做好防疫 不让疫情有复燃的可能 记者陈伯瀚 林家化 台中采访报道